最近幾天 包括在 網路上 也很多人 一些關切 或者是有專家 外界其他的專家的一些建議 說是不是可以使用這個抗激生蟲的藥物 英文叫Ivermectin 中文可能翻成胰圍郡素 那是不是對於這個 COVID-19的治療有好的成效 最早會被提到這個藥物 當然是因為在體外試驗的時候 這個藥物看起來好像是對於我們的 SARS COVID-2 就是新冠病毒好像是有它的效果 不過實際上如果仔細去看的話 它的濃度是需要 相當的高 不是我們一般用藥體內可以達到的濃度 那所以雖然有這樣的一個成果 那 體外試驗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也有人 寄望的是在我們的 所謂的老藥新用當中 是不是這個可以在這個 COVID-19的時候可以扮演一些角色 接著當然有一些人也試著用這個樣的一個藥物 來做 治療 那不過 到目前為止 那這些少數的一些研究 那 其實數量並不大 那我們也已經看到 有一些所謂的統合 分析的研究指數說 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證據顯示 這個 Ivermectin是有降低 COVID-19病患的死亡率 也沒有降低它的插管率 那也沒有可以加速病毒的清除 或縮短住院天數等等的這些效果 所以基本上 包括WHO 還有美國 歐盟等等的 這些 都沒有 他們的治療指引 都沒有建議要常規使用 這樣的一個藥物 用來預防或治療COVID-19的感染 當然 最近比較被指出來的 或許 有一篇比較新的一個文章報導 好像看起來是有效 那在我們專家 諮詢小組的委員 也仔細的檢視了 最後這一篇的報告 那 一致都還是認為 這一篇的報告 其實他所引用的一些 研究 基本上那個數量 個案數量都是 還是非常的少 整體的證據率還是不足的 那所以還是 在今天的會議決議裡面 還是不建議 常規使用這種藥物來預防或治療COVID-19的感染 另外當然也特別提出來說 在國外 某些國家 確實有一些民眾 就是任務 聽到的一些這樣的訊息 就覺得自己去買 這些藥物來服用 那結果反而是沒有得到好處 反而出現了一些副作用 這個藥物 基本上應該是處方藥物 人用的藥物 治療即腎痛疾病 應該要有醫師的處方 才可以被買到 不過 動物也是會用 動物界也會用這樣的藥物 所以某些國家的民眾自己去買了動物 使用的這樣的一個藥物 結果 這個劑量是完全不正確的 反而沒有得到好處 反而出現了一些副作用 所以包括說澳洲 過去也曾經想要跟 臺灣一起合作研究 是不是要 使用這個藥物在臨床上使用 可是後來 他們自己就叫停了 他們也不再使用這個藥物 那此外 美國的食品藥物管理局的網頁上面 明白的告訴民眾說 不應該自己去買這樣的 一個藥物來治療COVID-19 所以在這邊專家資訊小組會議的決議 也是在這邊呼籲民眾 不要自己去買這樣的一個藥物來服用 那可能 反而會出現副作用 造成傷害 以上說明